这几天咱们北京的外交挺热闹的 同一天美国财长耶伦在北京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来了 还有一些周边的领导人来 然后大家都注意到 就是习主席见了拉夫罗夫 是吧 没有见耶伦嘛 所以拉夫罗夫外长 其实来访挺重要的 然后我记得我看那个参考消息 就是有外国记者问 那个普京总统的那个发言人 说这是不是安排普京总统 手势出访去了 还是不排除 拉夫罗夫这次来 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 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调 另外就是可能还是有些特殊的任务 我估计这个就是安排普京总统 5月7号执政以后 出访很重要 他肯定会到北京来 在这个拉夫罗夫外长和王一外长的记者会上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一个就是说 这个针对美国搞的那个什么大西洋联盟 北约中俄要搞欧亚这个安全机制 这是比较新的提法 另外就是他介绍说 王一外长想面对美国的双重遏制 我们要双重抵制 这个这里面有几个东西要注意一下 第一呢 现在俄罗斯的战略处境 跟中国比还要差一点 然后毕竟跟西方撕破脸了 对不对 我们跟美国还没有撕破脸吧 对吧 包括日本印度都没有撕破脸 就中俄之间要说战略处境 我们还是好一点 是吧 俄罗斯跟西方彻底撕破脸 我们跟美国至少面上关系还在吧 俄罗斯还行呢 是不是 你看苏尔斯一帮大企业跟着来了 一票篮球啊 对于这个 我们判断这个中俄 这个两个外长会的一个起点 对两国的处境不太一样 俄罗斯还是更艰难一点 是吧 清廉一点当然就有个问题了 俄罗斯当然希望用中国的那个分量 对吧 来帮他一下 所以我不排除啊 罗夫外长讲的一个话 王一万单说了 我们要用双重抵制 对抗美国的双重恶制 话肯定是对的 他不会乱编的 但这里面肯定有微妙的含义 俄国现在很喜欢就是把中美 就中俄彻底绑成盟友 这样他就那个 对西方谈判地位大胆加强了 所以他就会提 我要搞一个欧亚大陆的安全体系 对吧 把你大西洋体系 从欧亚大陆排除出去 那是不是中国的原因呢 它不一定 中国现在很明确 我们不搞新的战 不搞新的战就有一个前提 不要搞阵营对立 所以你搞阵营对立不符合中国的原因 所以我猜测 因为我又不在现场 我跟大家一样普通老百姓 所以我猜测就是说 双方对目前中俄合作很满意 也期待未来进一步合作 其中有一个合作点 就是面对美国霸权主义 我们一起跟他动 这个应该是有的 知道吧 我理解 用双重抵制对付双重恶制 就是指这个意思 就是美国在主导的北约东扩 已经扩到俄罗斯边界 已经引发了俄乌冲突了 对此呢 俄罗斯当然是坚决抵制 已经开始用行动来反应了 那么中国原则上 也是反对那个北约东扩的 这一点中国是立场跟俄罗斯一致的 这个那么至于说 就是北约亚太化 这个呢目前还只是一种设想 还没有做到 而且中国的感觉 我有感觉就是北约亚太化了 第一做 它内部还没有形成共识 第二做到中国也不怕 知道吧 那北约亚坦着讲 除了美国也没人能打的 过来啊 就是完全我们练手 最近就这两天 或者菲律宾日本 那个美国澳大利亚 在那个军事演习 你看他那个装备啊 我们海警区就给他解决了 查就解决了 还不用动人民海军 所以 反正讲呢 问题不大 这个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对美国为首的西方 尤其是北约 东扩 还有亚太化 我们是反对的 因为主要是这个事啊 不好 道义上 逻辑上不好 这就是说中国怕不怕呢 中国还真不怕 俄罗斯有点怕 因为到他们家门口了 那个 俄罗斯压力比较大 他是真害怕的 那个 那中国原则上 我觉得现在 其实不怕的 所以 这就是个中俄的一个温差 温差还是不一样 俄乌冲突之后呢 应该讲 这个俄罗斯社会 正在经历 挺复杂的战略变化 因为那个 历史上 俄国一直就是有分歧的 彼得大帝是西华派 但是他内部 一直有这种欧亚派 那么冷战后呢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有这个 就是欧洲派和欧亚派的区分 我应该讲 一直到俄乌战争 都是欧洲派战争 普京本人就是欧洲派 知道吧 那个 然后 但是欧洲战争 确实让那个俄罗斯 跟那个西方 失败了 坦率讲呢 即使有些人 还心怀患下 他也做不到的 对不对 那个 所以现实呢 现在俄罗斯 开始走向欧亚主席 这是现实 对不对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这一次 拉夫多夫外长来访 不错 有成绩啊 但是应该不至于走到 就是共同构建 欧亚安全体系 那个程度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请我 录制的这个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史讲啊 现在又上线了啊 那个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看 大家应该知道 我一贯的观点就是 中国的周边环境呢 应该是大国里面最复杂的 周边国家特别多 然后人口特别多 发展程度不一样 政治形态不一样 宗教形态不一样啊 特别复杂 特别难处理啊 但是我们又生活在这个地方 你不可能选择邻居嘛 对不对 朋友可以选择 邻居是没法选择的啊 所以你就得面对他 如何正确地看待 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如何正确地处理 这是永远是个难题啊 那么我在这个史讲里面呢 分享了我一些看法 希望对大家 这个理解这个问题 有一点帮助 多对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